國民黨不演了 國民黨就是不演了 國民黨嘴巴說他們不怕罷免 但是以選罷法雙重加嚴的修法版本 我們可以看到國民黨終究是非常怕罷免 國民黨在耍社會 在騙國會 他們現在提出來的版本 已經不是原始的連署加密版 而是徹底的來提升罷免投票的門檻 如果罷免的投票要大於當選得票數 那就宣告罷免已經走入歷史 那就宣告國民黨的選罷法修法 就是滅了憲法賦予人民的罷免權 所以國民黨所提出來許宇貞的終極版 就是史上最難最高的罷免門檻 一旦被偷襲通過 那真的非常遺憾 沒收民權 嚴格罷免 成了這一屆立法院交出來的立法成績單 我都不知道立法院是持著民意而行 為民意而修法立法 但是這樣一個修法卻是踐踏 嚴格了民意 沒收了民權 這一屆的立法院通過這樣子的修法 到底怎麼對社會交代 我也要再次說 現在最重要的工作在立法院 就是趕快趕進度審總預算 總預算被擋了六次 延宕了71天 內政委員會的徐欣穎招委到目前為止沒有排審任何一個 內政委員會所俠的部會預算 內政委員會下有八個部會要審預算 徐欣穎沒有排審任何一個部會的預算審議 反而是變更議程 把這週原定他要審陸委會的預算也延後了 要審選罷法 沒收人民權利 有比審查總預算還重要嗎 這就是搞政爭 這就是不顧民生 所以再次呼籲明天的內政委員會 民進黨當然會全力的來阻卻這樣一個 某種程度他真的也是違憲 因為他違反了憲法賦予人民的罷免權 這樣的違憲 這樣的沒收民權的法案 民進黨團絕對會全力來反制